《诗词》 今天邀请努安迪跟我们分享诗词的经验 你今天介绍一位是现代人 很有学问的人写了一首《五律》 这个马一浮先生是现代的三大鱼之一 虽然这首诗好像每一个字都很浅白 但其实里面是吻含了很丰富的思想内涵 这首诗的背景是1939年 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他去了四川的乐山有一个旷移庭 他是跟叶圣徒和另外几个朋友 一起登上这个旷移庭 在那里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 他说流转之河世 江山尚瓷亭 即是说当时的时局有很多的转转和变幻 但经过这么多的变化之后 江山还有这个庭在那里 之后两句就继续交代当时的情景 就是以色乾坤大 游年草木青 这两句是有几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的 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是认识到世界有多大 是知道以有癌除无癌的危险 但仍然对生命抱有希望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已经到了一个一览中山小的学问影界 但仍然会关心身边的小事物 这就令我联想到爱因斯坦 他绝对是以色乾坤大 但他在晚年住在普林斯顿那里 他是会帮他隔离屋的一个女生做数学的功课 来换取糖果 他肯和女生玩都是游年草木青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大和小之间的辨证 是一个很理想的人生境界 长空送鸟引流患与人灵 这个都有他的哲学的意味 就是说在天空那里 那些小鸟经过了之后 我们都见不到他的痕迹 但是流患与人灵 在人的心灵里面 仍然留着这个小鸟的影像 这个是有少少违心主义的观点 就是说世事的意义 是在于他在人的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和乐印 就无关乎大西 是吗? 是,那为什么他在当时会得出这个感悟呢? 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有这么多战火 就算战火是摧毁了很多有形的历史遗迹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将这个文化的导统 在他们的心灵里面传承下去 都仍然是保留着这个文化 乾坤就真的大到无论 草木非常之妙小 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叫做tension的张力是很大的 一大一小的对照 所以不要看这两句好像每一个字都很简单 但是都是要有一定的人生经验和学问 才可以得出这样的感悟和写出这两句 是的,所以不是说年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那个意境和里面那种爱心 可以表达出来的这些也可以说中国的liberals 中国特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它抒发起它对世间的社会的关怀 都是空里面都有一片散水自然 这个是和现在的那些 美国西方的socialist和liberals 有很大的分别 嗯 好了,希望Andy Lodak 去到美国之后 将这方面中西合璧继续发扬光大 更多途径,更加方便 立即加入我们WhatsApp,Telegram和Instagram 准备 既尼人 向� 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